哈喽大家好,我是汪哥,今天带大家看一个小萝莉网购买到外星礼物的故事。 影片开始,小美摔坏了父亲真爱的八号台球,为了盲天过海,她急急忙忙,上网买了一颗。 转眼两年过去了,小美发现台球没等到,却等来了一场末日浩劫。 原来,政府观测到,有一颗巨大陨石正飞速朝地球袭来,而距离撞击的时间却已经进入了倒计时。 小美一家为了躲过这场浩劫,也藏进了地下室。 为了实时了解动态,便一直打开电视机收听新闻。 望着屏幕里最新播报的球形陨石,小美突然感觉有点熟悉。 定睛一看,发现上面的奇特字母就是自己名字的缩写。 不仅如此,陨石外表还刻着编号八的字样。 上网一查,小美更加确信了那就是自己两年前网购的那颗台球。 她将一切全盘托出,奈何父母都不相信,时间飞快,距离陨石撞击只剩下二十分钟了。 男主持人依旧淡定地播报新闻,而女主持则是彻底崩溃,将自己与男主持的丑事统统揭露了出来。 突然,小美的叔叔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,那就是登上网站看看能不能拒收或者退货。 没想到,一顿胡乱点击过后,不仅陨石停住了,倒计时也停了下来。 可是万万没想到,这时候再次弹出一个选项。 运气不好的叔叔点错了选项,然后陨石加速坠落,地下室出口被彻底封死。 就这样,小美一家人被迫在地下生活了很久。 多年后的一天,地震正开了地下室的出口。 长大成人的小美来到了地面上,一抬头便看到了那颗硕大的八号台球。 这时,一个外星快递员登场,让小美签收货物。 小美是一签收过后,快递员就消失了。 不得不说,这快递也太经验了吧。 居然等了十年呢,影片最后,小美一家又重回地面开启了新生活。 都看到这儿了,你就动作手指点个赞再走呗。 好了,我们下期再见。